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一人手里拿着凉度用的绳子 我问他 你到哪里去 他对我说 我要去凉度耶路撒冷 看看有多宽有多长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离去的时候 另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 对他说 你快跑去告诉那年轻人 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像没有城墙归陷的田野 因为城中的人和牲畜很多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 和城中的荣耀 嗨 嗨 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过去曾把你们分散在天的四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说 嗨 与巴比伦的居民同住的喜安的人民 逃跑吧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得了荣耀之后 他差遣我去攻击那些截掠你们的列国 因为凡触摸你们的 就是触摸他眼中的同仁 看呐 我要向他们挥动我的手 他们就必成了自己奴仆的略物 这样你们就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 喜安的居民啊 你们要欢呼快乐 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到那日 许多国家要归附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 他要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就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到你们那里去 耶和华必在得着犹大做他在圣地的夜份 他必在拣选耶路撒冷 全人类都当在耶和华面前肃进 因为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了